认真攻略从部落球 大家好,我是刘黎 我们这期视频是一个机制测试视频 主要呢就还是特喵的游侠和野蛮人的基底词醉的问题 我们先和不懂基底词醉的朋友说一下 就游侠和野蛮人两个职业 因为他可以装备多把武器嘛 在之前的版本中呢 是没有办法享受非装备武器的基底词条的 也就是近战游侠没法吃到屏幕中弩的一伤 然后先煮锤野蛮人没法吃到 剑的爆伤这两个红框内的磁条 就哪怕这些磁条它确实显示在你的面板上 你也依旧无法享受到它们的加成 野蛮人在之前啊 甚至会因为这个机制直接少了140左右的面板爆伤 也就是540爆伤当400用 但是在6月16号的补丁更新之后 就以上的问题均已被修复了 下面是刘黎在今天晚上拿游侠录的实在演示 就这里呢我使用了游侠的锋刃散转技能测试 这个技能是使用两把近战武器攻击的 就同时我还抠掉了这个朋友游侠几乎所有的异伤啊 只给他留下了15%的面板异伤 之后呢我准备了一把完全不会影响我们技能伤害的弩 大家可以从视频里看出来 就是我换弩之前和之后 技能基础伤害是基本没有明显变化的 那之后我们用穿刺飞刀给怪物挂异伤 然后用锋刃散转进行攻击测试即可 那具体的测试数据可以看这张表格啊 琉璃一共抓了20只熊来测试 那这是其中一只熊熊在死亡之前遭受的所有伤害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换了弩之后 我们的异伤输出大幅的提升了 而拿这个平均值它去除以面板异伤 我们就可以得出非异伤的基础平均值在360左右 当然更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看啊 就熊熊挨了29次不带弩的异伤攻击 基本都是4到500之间的 而带弩之后7到800的数字就是随处可见的 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到最后啊 没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只需要记住 现在你玩游侠的话 主手最好是带弩的 然后你玩蛮子的话呢 所有的副手最好都带剑 我推测暴雪之所以没法改动说明 就是因为这种显示到面板上的数据 实际不生效的bug实在太尴尬了 就只要他不说就能当做我们没有发现吧